观众朋友早 欢迎加入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林国新 今天日期来到了11月8号 农历是10月15星期二 邀请大家一起来关心天下事 首先看到的是乌克兰的危机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发出了警告 俄罗斯有可能会在 针对能源设施发动的攻击 基辅市长也提醒军民 要做最坏的打算 不排除会停水停电 基辅市长克里契科 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表示 正在尽一切的努力 防止断水断电的情况发生 但是还必须做好各种准备的方案 国家才会有未来 因此他呼吁市民 在完全停水断电的最坏的情况下 考虑出城避难 或者是请民众到外地的亲友家 借助一段时间 没水没电这生活真的很难过下去 但是住家附近发生了土石流 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安全 来看到是 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北部地区 大雨沉灾发生严重的土石流 摧毁至少70栋的房屋 连仙人的墓地也遭殃了 造成大雨的原因 是加勒比海 还有大西洋部分地区的地压系统 导致局部地区下了超过36小时的大雨 而发生土石流的地方 这个雨也持续下了超过24小时 也是跟气候有关系 有一项最近的研究就显示了 中国大陆西北地区持续呈现暖湿化 也就是又温暖又潮湿的现象 尤其在新疆跟青海两个地区是更加显著的 那么很明显的情况是 当地的雨水明显变多 导致干燥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头 这个湖泊的数量增加了 而且当地沙尘暴影响的天数也跟着减少 不过这不代表着这些地方会出现 古时候所谓的塞外江南的风貌 因为专家解释 短期内发生这样的现象 这可能性是不大的 进去出不来 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干旱著称 竟然出现大量的美丽湖泊 见证大陆西北地区近二十多年来 气候的暖湿化 今年是新疆塔里木河近十年水量最大的一年 河水漫移到附近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 形成众多湖泊 场面位为壮观 寒冷干旱是西北地区 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 但是最近几年 生活在西北西部 特别是甘肃的人们发现 气候正在变暖变湿的趋势 大陆气象局的研究团队 最近发现 从1980年代开始 西北地区的降雨量显著增加 其中又以秋冬两季的贡献量最大 这多出来的水是从哪来的 这就离不开全球变暖 这个宏观背景了 大西洋方向 更强的高空西风 带来了更多的海洋水气 全球暖化导致四海龙王发威 连太平洋 印度洋及北冰洋 也都把水气往深处内陆的西北布送 暖湿化趋势持续增强 也改变了部分地貌 雨水比较多一些 咱们山上比较变化比较大一些 水也长了 草也多了 不过研究团队指出 西北地区仍是干旱气候区 因为增加的降水量 依旧敌不过快速的水分蒸发量 因此盼望当地重现 汉唐盛市的景象 成为塞外江南 短期内恐怕仍难见到 大海新闻综合编译 套杂玻璃灾 首先来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 最近北台湾这天气 真的是湿湿凉凉了 家里头都变得潮湿 一定要开除湿机才会舒适一些 其实人体也是一个气象台 多多少少也会接触到一些湿气 湿气会进到我们的身体里头 就会发生这种代谢不良的情况 可能会浑身不舒服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身上出现的湿疹 或者是汗泡疹 想要改善这些情况的话 中医师就分享 好好利用食疗来去湿 像是艺人绿豆这些沥水的食材 要多多的食用 再搭配运动的话 让我们身体可以排汗 这个效果会是最好的 窗户紧闭室内晒衣加上两个鱼缸 整间污渍湿气重连带身体也出现一场讯号 平常生活的时候就是觉得头昏脑脏 就有点精神不太好 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脸部会明显的出油 这个水分调节的机能 如果说失去一个孕化 或者是出现障碍的情形 就会造成我们身体产生湿气的问题 一旦身体湿气重 出现的症状像是舌苔较多 肩膀僵硬 头昏脑胀 排便偏黏 皮肤湿疹等 另外也有民众会开着除湿机睡觉 但这个行为大大NG 如果一直长期的开除湿机 很有可能把我们外在的皮肤表分的水分给增散掉 反而会造成痒的一个状况 除了依靠外在的厨师 别忘了让身体多活动多流汗 加上食疗也可以达到同样效果 湿气动肠钩跟我们的肠胃会有关系 代表说我们身体的肠胃的晕化出现障碍 像我们在用药部分 常会用茯苓啊 遮泻或者是艺人 去处理我们身体湿气的问题 中医师建议少吃生菜 冰饮瓜果这类的生冷食物 降低湿气累积 就可以跟身体的不舒服说拜拜 大爱新闻许英豪台北报导 真的要好好地排除尸体 我们身体才不会觉得重重的 那么现在又进入到了冬天了 又到了华人最喜欢这个进补的季节 对于补呢 有些人可能因为体质的关系并不适合 另外 如果您是确诊新冠肺炎之后康复的患者 也不能急着进补哦 否则会诱发身体的发炎反应 还有提醒的是呢 这个疫情虽然现在是趋缓了 但是指挥中心在昨天公布 社区里头现在验出新的变种病毒 BQ.1 另外有一例是本土首例的这个BQ.1 记者会公布国内在线全新变异株病例 从这些国家的资料看起来 BQ.1并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一个疾病 它的疾病严重度没有增加 病毒一变再变 染疫确诊几乎成了常态 康复后要当心 护原期的一个疲劳 其实应该是病毒还是很高的 浓度的时候 身体产生的一种发炎反应 快栽因的以后的28天 才能够做身体的调理 在新冠确诊之后 如果还有后遗症这个阶段 基本上其实是不太建议 像现在东令进补那种温补的药材去补 要不然很多人其实吃了之后 会开始觉得上火口干舌燥 甚至有一些症状会加重 脉比较浮一点 就是它好像有一点呈现 有点慢性发炎的状况 肠胃的补 中医强烈建议 确诊康复后要补虚 清除体内余毒 得按照个人不同体质 诊断鉴别 尤其时序入冬 气温转量 就算是一般症 想来个补也要留意 平常是手脚比较冰冷 比较瘦的 肠胃功能比较弱的 是可以利用一些 温补的一个中药或食材 该怎么补中医两大原则 阳虚手脚容易冰冷 肉贵当归人参是好选择 气虚的人容易疲累 可多利用黄旗人参等等药材 如果你平常的身体状况 是比较偏口干舌燥便秘 然后容易长痘痘 或者是容易上火 然后或者是身体容易痒 然后心情容易烦躁 然后或者是舌头 看起来就特别红 那这种体质就比较偏燥热 照热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 在冬孽的时候温补 现代人几乎营养过剩 三高患者更要避免补过的头 来自文章世界天志中 台北舞蹈 关心身体也要来关心这群人 前几天在北部发生 有唐市镇的孩子去买东西 忘记带钱 结果被老板不友善对待 其实唐宝宝是长期被需要呵护 以及关怀的对象 因为他们的心智年龄不高 即使成年了 但是心智依旧跟小孩一样 他们也没有办法举一反三 因此需要社会大众多多的善解 对答流利顺畅 除了动作比较缓慢 小心翼翼 行为模式几乎没有异状 以一位唐市镇孩子来说 能学习到这个状态非常困难 你今天拿给他100块 跟他给他1000块 对他人来讲这都是钱 他不会分说100块可以买多少东西 1000块可以买什么东西 他拿了三样东西 虽然说可能超过100块 其实你如果要叫他退 他们会觉得这是我买的 为什么要退 即使老师一口令一动作 还是频频出错 因为唐市镇患者心智功能受限 当生理成年18岁 心智年龄平均七八岁 状况好一些也只有11岁 而到了30岁身体机能又会快速老化 来到相当于50岁的年纪 因此平均寿命并不长 不太容易用说的方式去告诉他 所以我们通常要教他一件事情 要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我们可能要变成很多很多的小的步骤 第二件事情我们会仰赖于图像 唐宝宝对每件事都有固着性 按部就班教学能让他们慢慢理解 但最大问题是外界往往顺息万变 当初在教我女儿搭结音的时候 一个动作或陌生的地方 其实都要跟他一再再而三的来跟他提醒 一定隔了很多年 抱歉我女儿到现在还不会做 他们最大的困难是 他对于变动的适应 其实是有最大的限制 所以步骤一到十他可以照着做 可是一旦中间插入了一个什么变化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紧张 然后他就会不知所措 所以他本来会的事情可能就突然之间就忘记 难以应变的他们会傻住甚至哭泣 呼吁民众遇上这情况 应该温柔询问是否需要协助 帮忙联络照顾者 多一点耐心对待才能有效缓解不安情绪 大爱新闻林一婷李建宽台北报道 休息一下 欢迎你一分钟之后 继续回到大爱早安新闻的现场 我是热带雨林 我是地球的肺 我微笑着为你们吸收二氧化碳 提供地球百分之二十的氧气 直到你们举刀 挥向了我 如果你们不要害我 地球就能免于气喘叙叙叙 如果我们再不努力 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现场 接下来要告诉大家难得的天文奇观了 今天晚上得要抓住机会 抬头看看 这难得一见的天文景象 红月掩天王 除了可以看到月前十之外 也可以看到天王星被月亮给遮盖再复出 如果错过今天的话 还要再等十六年时间 也就是到了2038年的时候才看得见 那么台湾可以从今天下午五点左右开始观察 到晚上七八点的时候这段时间 您就可以欣赏到整个全貌 那么建议您要用望远镜来观察 或者是收看机像局 以及天文馆的网路直播 至于今天的天气 出门之前赶紧来关心一下 那么今天吹的是偏东到东北风的情况 所以迎风面的水气还是比较多一些的 大台北还有东半部降雨的几率都是偏高的 那么东北角还有可能会出现大雨 那么气象局目前是针对了宜兰还有基隆北海岸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 那么其他地方呢则是多云稻勤的天气状况 有机会可以看到阳光露脸的 继续来看到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看到北部地区最高温有26度 降雨几率最高是80% 桃竹苗地区最高温27度 降雨几率30% 中部地区最高温有29度 降雨几率最高是30% 云嘉南地区最高温28度 降雨几率最高10% 南部地区最高温有30度 降雨几率最高是20% 东部地区最高温27度 降雨几率最高高达了80% 离岛部分最高温25度 降雨几率最高是30% 其实呢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 在台湾各地有一群环保志工 他们都风雨无阻 天天做环保守护大地 正如上人请讲到彰化禁思堂 昨天呢有一群环保菩萨跟上人分享 如何从环保当中找到了欢喜 还有对夫妻他们借由做环保 走出了老年丧子的悲痛 大太阳底下在工地做劳力活 许阳玉赚辛苦钱 抚养三个孩子长大 他从小失去妈妈 婚后担负养家责任 坎坷的人生路 让他懂得付出 环保路走了30年 省吃俭用 七十三岁的许阳玉 终于圆满多年心愿 捐出大笔善款支付田 正如上人行脚彰化 跟环保菩萨温馨座谈 七十五岁的秋成美珠 跟八十二岁的先生秋成 靠着做环保走出丧子之痛 环保菩萨用双手守护大地 大从环保祭菩萨还用好手艺 勿行勿爱援助国际震灾 上人感恩环保菩萨 用心用爱付出 勤勉人人照顾健康 才能持续行善造福 大爱新闻 黄紫玲 李月威 彰化报道 要造福也要洗衣服 好好珍惜地球的资源 减少碳排放 而且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从饮食上来改变 要多多的蔬食 在马来西亚的雪龙 有一群年轻的朋友 他们举办了蔬食市集的活动 要跟社区民众分享 减碳过生活 好处多多 木栈板加上各式简纸的布置 凸显雾命再生的重要观念 也是朴实市集 想要传递给民众的 在马来西亚 蔬食还不是那么主流的话 我们希望自己也可以 出一份力这样子 就是去推广蔬食 希望可以从自己开始推广 然后影响身边的人 也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推速是这一场市集的 主要诉求 另外也希望大家 使用环保餐具相应无痕理念 我本身我也没有用那些 团队 这些没有用 所以我也非常鼓励 透过这种活动 让年轻人可以体验一下 不需要用雙胃也可以进食 如何烹煮好吃的蔬食 现场也有DIY教学 还有长期如素的健身达人 分享持素前后的变化 年轻人带头坐 力行减碳 无痕生活 期许能为地球永续 尽一份心力 大约新闻 这是上美之公 马来西亚报道 上的力量真的是要越大越好 在看到越南这对夫妻的故事 他们经营餐馆 但是当老板娘接触到佛法之后 觉得不断的杀生做生意 实在是造业 因此她结束了营业 而原本的餐厅 现在变成救助弱势的场地 曾经是高棚满座的乡村餐厅 经营者心念一转 不再进账 厨房开火 好朋友们煮素食 广结善缘 生活有困难的他们 每个月受到邀请 大学生的快乐歌声 志工的鼓励 也让他们相信自己 能够造福 大学生的快乐 我们要求我们 建训和活动 我们要求我们 我们要求您 每天都够 מע 我们要求您 如何年� types 我们也要求您 我们要求您 我建议您 因为您 建议您 在实力的 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 在实力的 我们要求您 我们要求您 学习的 我们要求您 探索 食业家阮氏粒将停业的餐厅 改称为免费购物店 每个月发送大米和生活用品 也请茶荣慈济之工来关怀分享爱 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杨氏垂扬 洪清俊 越南报道 同样是分享爱的场景 美国的慈济之工持续在佛州 伊恩飓风的受灾区进行关怀 还有发放 也为受灾库来加油打气 伊恩灾后 慈济之工连续三个星期走进麦尔斯堡 延续前两周的限职卡发放 这一次要再帮助600个家庭 度过眼前难关 《慈济之工》 伊恩灾码了很多私人的东西 树枝崩溃 你工作坚固 疲惹 买买 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都被毁坏 我感觉很关系 优责业之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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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们 赞至正人之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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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 Louis 獻紙卡的居民來當職工 謝謝你 謝謝你給我們幫助 他們真的需要 今天我是一個翻譯人員 幫助其他人 只能說一句話 只能翻譯到另一句話 從你兒童和你兒童 你兒童是 昨天我來幫助別人 我看到他們的顏色表現 讓我感覺到 我正在幫助別人 這就是我今天來的興奮 安東尼歐 一旦一旦一旦去做 我認為這很驚訝 我們有一個時間 我們希望我們有一個人 幫助我們 所以你為什麼不可以 為了別人 這就是我看的 當他們在那裡 我看到他們在那裡 我看到他們在那裡 在那裡哭著 很開心 然後他們在那裡 都很驚訝 受災居民翻轉手心 相信充滿愛心能量的 邁爾斯堡 能很快從災後陰霾戰起 大愛新聞羅奇華 龍翔宇 美國報導 時間來到6點56分 接下來是早安讀報的單元 帶大家掌握國內外媒體關注的焦點 首先是聯合報的報導部分 故宮文物毀損的爭議不斷 昨天是破天荒 對媒體打開 創建建建議夾子 很少對外開封的山洞庫房 裡頭有超過千個體核 主要是存放北京故宮的陶瓷 也就是血統最純正的固詞 這回公開的目的 是為了展示文物是如何保存的 接下來看到的是 衛報報導的部分 俄烏戰爭 能源價格不斷的飆升 通膨惡化 推高了生活成本 歐洲現在有四分之一的人口 用岌岌可為 來形容自己的財務狀況 有超過一半的人認為 未來幾個月 將會面臨嚴重的風險 還有八成的民眾 甚至已經被迫在支出上頭 做出了艱難的取捨 最後看到是BBC的報導部分 受到中國大陸嚴格動態牽連的影響 iPhone就表示了 鄭州組裝廠富士康產能大減 因此iPhone新產品的出貨量 將低於之前的預期 顧客還在等上一段時間 才可以收到新的產品 以上就是今天 早安讀報的焦點提供給您 也感謝您加入 今天的大愛早安新聞 接下來請繼續收看 書十三六五日日速的節目 我是林國昕 祝您平安順心 我們再會 請請記得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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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